说回乌克兰的情况 是不是最新呢?不知道 因为现在你看到乌克兰方面 他就不会透露最新的消息 因为现在这个是军事行动 所以你看到的图未必是最新的 但是可以参考 看回这里的客乙虫地区 你看到乌克兰军在这里 基本上就没什么再推进 甚至有些地方原本是蓝色 都变成橙色 证明这个叫俄军是中计 因为你看到这个乌克兰军 在这个客乙虫地区高调反击 吸引到这些俄军 就要在这个叫做东部的俄军 吸引了这个客乙虫地区 客乙虫地区这个俄军 是放了很重兵的 甚至这个帝列泊河 很难过 他用船 硬都要将一些装备送到这边 即是客乙虫这边的地区做炮灰 甚至有些船 即是船拖着装备 被乌克兰军打中了 俄军损失惨重的 那看回这里的客乙虫地区 对俄军来说是一个生命线 所以放那么多重兵 因为客乙虫地区对落的就是克里米亚 因为这个扎连斯说明 他要拿回乌克兰东南部的土地 甚至发誓要拿回克里米亚 所以你看回 如果这个客乙虫地区 乌克兰军可以推进 甚至连这里都失守了 那就证明俄军是真的散了 说完客乙虫地区 说回这个东面 这个叫哈尔科夫州 哈尔科夫州 你看到这里 傅庇洋斯坑 很明显这个叫做 乌克兰军是有所斩获的 这地方也是啦 蓝色啦 又是说回那句 未必是最新的 看回这幅图了 比较一下 也都看到 蓝色那些就是这个哈尔军 哈尔军 哈尔军渡过了这条 叫做奥斯基尔河 看到在这里 在这个劳甘斯坑北部 有1 2 3 4 5 最少5路军 在这里 就进行一个叫做推进 说回这里 来曼这个位置 你看到也都有 就是哈尔军推进 甚至他说到明 其实这个劳甘斯坑里面 是有这个叫做 乌克兰游击队的 那乌克兰游击队 乌克兰游击队就不是正规军来的嘛 那你看看 为什么有这个游击队是这么重要呢 因为你听回乌克兰那边说 其实乌克兰正规军 都没进到那些城市里面 就看到乌克兰国旗 那就证明是乌克兰游击队 已经把那些俄军赶走了 才可以插到这支旗 插到这支旗 那乌克兰军看到这个信号 就集体行动了 那看回乌克兰这个 为什么你看到 好像这么多天 这个城镇这个城市 都还是黑色的 因为这里呢 俄罗斯在这里 放了重兵 所以如果这个乌克兰呢 你看到真的包抄成功 如果将这个乌克兰包抄到这边 很明显就俘虜的 因为现在你看到很多影片 就看到乌克兰军 俘虜了很多俄军 所以你看到如果这个乌克兰一失手 那就证明 这个乌克兰军一路推进 去这个劳金斯克里面 是没有难度的 那再看回这段讯息 这个乌克兰军拿到一个大奖 这个大奖有多大呢 就是这个T90M 俄罗斯 也都是真是落方而图 把这个T90M都放下了 那很明显看到这个T90M 你看到包抄都还没拆 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新落地的 很新下的 那看回这些资料图片 就证明这个T90M 就证明这个T90M 应该是断了一条鱼带的 那你看回他那个样子 真的很帅 真的没有任何被炮火攻击的痕迹 都现在这个T90M都被乌克兰军拿了 证明呢 这个叫俄军呢 在这个哈尔科夫呢 真是落方而图的 连一架这么贵 这么先进的T90M都被乌克兰军拿了 那接着会怎样呢 老实说 可以解开这个T90M的神秘面纱 究竟他的防护能力 可以不可以的 最少他都会给美帝那些军事专家 在这里看一看 了解到这个T90M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 如果你T90M不厉害的 而又是说那么贵的 首先一样东西就是吹咯 吹到那么贵的 又是他贪官咯 贪官行为咯 所以你见到了 现在这个乌克兰军 在这个哈尔科夫 拿到那么多装备 就是这个俄罗斯落方而图 留给这个乌克兰军 这些这样的战车 又是将这些战车里面 那些炮弹送给这个俄军 所以你看到很多画面都是的 真的很多这些装备留下 你想想乌克兰军反攻这么久来说 是真是缴获最多的俄罗斯装备 甚至缴获这架T90M 个人意见 独立私修讲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